剛才我們已經了解了 計算快慢的方法就是距離去除以時間 但是我們在前一段的時候我們提到了 我們有兩個算距離的方法 你還記得嗎 有兩個不同的算距離的東西 你還記得什麼嗎 你還記得我們之前講的什麼嗎 兩個算距離的東西 不是 就距離啊 我們教兩個位移 還有一個叫做什麼 路程 所以這個距離可以帶位移 所以這個距離可以帶路程 帶的東西不一樣就算出來不一樣的快慢的單位 我們還教過一件事 叫做什麼情況之下 位移的大小就是路程 兩個是一樣的 你還記得嗎 哪一個情況位移的大小就是路程 你還記得嗎 我前面有教了 大哥 大哥叫做 二十一 二十一起來 不會 講話 不會 不知道 不明白 你從國外回來之後就通通不明白了 請坐 不折板的直接運動 位移的大小就是路程 這也是我們未來所考試考的題目就是這樣 所以我還跟你講說 以後我們就不會太直接分別位移跟路程 但是一開始學的時候 我們會出各種題目 考驗你對位移跟路程的了解 OK 所以我們就有兩個單位 一個叫做速度 一個叫速率 塞進去的距離不一樣 答案就不一樣 第一個呢 表示辦法就是拿位移去處理時間 一個就是拿路程去處理時間 位移處理時間的我們稱為速度 路程處理時間的我們稱為速率 所以我們表達塊面的方法有兩種 一種是拿位移去處理時間 一種是拿路程處理時間 都是我們前面教的距離去處理時間 只是我們表達距離的想法不一樣 一個是用位移來表達 一個是用路程來表達 因此就出來兩個不一樣的表示法 一個叫速度 一個叫速率 速度是位移去處理時間 速率是路程處理時間 我們就有兩種表示法 當然這兩種表示法 有一些是不一樣的 會有一些不同的 什麼地方不一樣不同 就是我們等一下會跟各位提示的重點 第一個 因為位移是向量 所以速度呢 也是向量 也就是提到速度就要有大小有方向 向量就是要有大小有方向 我們把公式寫成這樣子 我們講過位移就是s2-s1 有沒有 後面位置寫前位置到處理時間 t2-t1 表達代表改變的意思 所以我們就是所謂的速度的計算 就是位移去處理時間 因為位移是向量 所以速度也是向量 也就是講速度必須要講大小要講方向 那因為路程是存量 只有大小沒有方向 所以速率也一樣 速率也是存量 只有大小沒有方向 只要提大小 無必提方向 所以這是兩個一個主要的不同 一個就是速度是向量 有大小有方向 速率是存量 只有大小沒有方向 一個是位移去處理時間 一個是路程去處理時間 這又是兩個不同的地方